Everybody大家好 你们的小天使又来咯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部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经典科幻电影 这个系列在每一个科幻电影爱好者心目中 都是一个殿堂级别的存在 被誉为传奇中的传奇 史诗中的史诗 电影里不仅有上能挑战 地心引力下能 批波 斩浪的Oh My God技能 还有着各种未来感十足的宇宙飞船 以及花样翻新的外星生物 导演用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穿梭自如 让人在伟大和渺小的Fu之间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然后轻黄不解 这就是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我的妈呀 人家好激动 此时此刻我只觉得虎屈一阵 浑身上下处在停机状态的原理 也在蠢蠢欲动 在这部最新的电影之中 Ray将会延续上一部的剧情 面临黑暗与命运的抉择 迎来史诗般的终结 最强心思也将与历代 绝地无视的英灵大战 让英雄找回血脉 继续不平凡之路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 这部全宇宙最伟大的电影系列 将会在磅礴的气势之中 画上圆满的句号 延续了42年的传奇 也将落下帷幕 但是前传正传与后传 将会因为这部电影 而巧妙地串联在了一起 整个系列从此自为一体 诸圆欲润 那些惊涛海浪中的光剑对决 气势辉红的决战场面 沙漠上的双星落日 夕阳下的绝地无视 以及各种重逢与回忆元素 绝对能够让星战粉 酷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离别 不要结局好不好 我现在就去买票 求你了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 就算经久不衰的星战系列 也终将迎来告别 但是当光剑在战斗时闪耀轰鸣 当千年损在星际间穿梭驰骋 当希望在绝望中冉冉升起 天行者的传说将会带着 人性最初的善良 在你的内心深处燃起 不老不朽 愿元力与你同在